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儿后他就显有作品出现 而且都不出名 而这次他搭档任达华带着一部新剧《澳门人家》回归了 目前这部剧正在热播中 要说这部剧主要是以回归20年的澳门日常做背景 主要我们讲述了一个20年来普通澳门人家最朴素逼真的伦常生活 其实董洁和任达华在剧中扮演一对妇女 因为时间跨度关系 董洁还扮演了少女期的女主 因此也被受网友们的争议 在这部剧刚开始的时候 女主的角色扮演者是一位小女孩 少女模样十分清晨 动人 等到画面一转 却变成了董洁 而这次他扮演的角色还是一个18岁的高三学生 这让网友都大呼 这角色出演年龄跨度也太大了吧 其实这也不怪董洁 主要是这部剧的时间线跨度十分大 所以就要求董洁出演一个18岁的高中生 只见他身穿高中校服 模样依旧十分清纯 而且姿态也像极了当年的冷清秋 刚开始粉丝朋友还是十分开心的 他们欢呼 并希望这次董洁能够突破自我 但在看完一集之后 小编却发现 网络上多了很多关于他的吐槽 其中就有粉丝指出 董洁如今看上去有些疲惫和脑态 特别是脸上 有些苍苍的即视感 无论视频率又有多强大 这次董洁都没有恢复当初的少女感 多厚的若薄眉绿镜 依然挡不住董洁脸上 那深深的法令纹 尽管穿上了清纯的校服 但他却一点也不像个18岁的少女 反而看上去有点半嫩 这样的董洁还真的是令人感叹唏嘘 冷清秋已经不在了 粉丝们也都表示看到这样的董洁 让不少人都觉得有点跳戏 甚至就连剧中的姑妈扮演者 看着都要比董洁年轻 不看造型我们也根本分不清谁是姑妈 对此大家还是十分怀念 今粉丝家的那个董洁 毕竟那时候 他演18行无争议 演员的年龄要对应作品 中国明星追求少女感总是要扮嫩 其实好作品是内涵的释放 是不完全关乎与颜值的 毕竟像周冬宇的少女优势 能演成年是凤毛领奖的存在 对此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 请订阅留言 小别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